咱得公平点说 宾夕法尼亚 这个我们认为希望很大 关键是拜登 他管不住他那嘴 辩论的时候他也罢 就是我当时听辩论的时候 给我乐的呀 拜登他 拜登被川普当时给挤堆 挤堆挤堆疯掉了 当时崩溃了 然后说我要把石油公司 给他那个phase out 哎呀我天哪 我听到那的时候 我乐的我乐的都不行了 我说完蛋了 这回拜登都完蛋了 然后就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吗 而且呢这个拜登 在宾夕法尼亚的情况 我不能说 但是我对宾夕法尼亚 比这个威斯康星 要乐观一些 你知道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从一点上 我们可以看出来 老串这人啊 一点亏都不吃 他前两天是什么呢 上那个内布拉斯加 去那个rally了 内布拉斯加 有个第二选区 好些个人都在那说 那个fake news都在那说 说他要输那个第二选区 他上回只赢了七个点 所以他那个都是 那个奥马哈地区 都不是那个suburban area 就是说城区 然后说这个 他可能要输掉 那个威斯康星 说错了 那个内布拉斯加的 那个第二选区 结果老串 说你不是要我输掉吗 我上那搞rally 结果他去那搞rally了 我看了那个 我看了他那去搞rally之后 我就觉得老串现在是 我一票 我都不想丢 就是什么 缅因州他也去了 缅因州他也去了 对呀 对呀 他这人呢 就是什么 老串这种人是什么呢 就是到处的 想办法也得挤对你 他是 他跟拜登形成这个 这个鲜明对比 老串这种人就是 你想办法 你一不注意 哪一不注意 我就给你 我就给你抽冷 就打你一下 而且他这边 现在他的竞选上 多了这么一句话 他多什么呢 他说伊利诺伊 纽约和这个加利福尼亚 你们这些自动的 民主党州 你们这些人呢 想好了 你们要现在 对现在这生活很满意 打砸抢烧什么这 你很满意的话呢 还说 你要是不满意的话 你投我一票 然后说 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他说这个 我听着这个 是什么意思呢 他呢 现在给我感觉 老串现在想通过这个 就这次选举 获得一个 convincing的victory 他怎么着呢 好多都是呢 像那五三八那些个人 在那分析 说老串这个 赢了这么 Electro College 输了这个什么 popular votes 这一次 我就冲他说这几句话 和发这几个推特 我就可以说 川普总统 现在想做的就是 要赢Electro College 大赢 然后要赢这个 这个这个 popular votes 你知道吧 要保住参议院 拿下众议院 这是他现在的这个 现在他就要干这种事情 所以我们看了 他这么干 你知道吧 他现在就是在干这种事 这就是最近的这个解读 所以说呢 每天啊 现在这个节目 每天其实你们要想掌握 就是其实大家要想掌握的话 就听老串的rally 看他提什么 他只要提这个就行 他提这个 就说明这个东西是在in the play 他要不提 他们说这事呢 没说啊 那个你就得另想想了 你明白那意思吧 但是老串有一点 我这是听了他这么多年的 这个这个这个演讲 他有一点 他要说dump类什么东西 或者是加一个词 叫什么hopefully 就这种词的话 这基本上就是没戏了 好比说什么事 你比如说我们2018年 我们俄亥俄的那个参议院 那个参议员的那个选举 老串在发表演讲的时候 说我希望renessi能够选上 他用总是用的词是hopefully 然后怎么着 这就说明没戏了 但是老串如果说 我们能拿下什么呢 十有八九 他能够很有希望 最起码是很有希望 咱得这么说 你知道吧 很有希望 你记不记得2018年的中期选举的时候 到后来的时候 老串基本上都不提 我们要保住众议院 他不提了 你不信你要回看老串 最后2018年中期选举之前 他所做的工作 他没有去很多的 帮众议院的人去选 他去的是帮参议院的好多人去选 他也去众议院了 有几个像肯塔基什么这 他去了 但是来讲 他主要是帮参议院的人去选 因为他知道众议院肯定要丢了 他看到那些数据了 而且他在最后的演讲的时候 他不说我们要保住众议院 他说我们希望保住众议院 希望保住和我们能保住 这是两个概念 老串说这个 不同的这个语调 就说明他当时的情况 是不乐观的 可是现在他就说 我们能保住 至于他的理由是从哪来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事 你要是按这方面理解 你要是往这方面理解 这是一个乐观的迹象 咱这么说 这个 你忘了说北卡了 正好我们有观众点出了这个北卡 是吧 对 那么北卡呢 北卡也有这个数据 对 根据我们观众最新提供的数据 他说这个 老川今晚又要来北卡 他已经来了几次 彭斯也来了三次 这个地方应该也是这个激烈的争夺场所 北卡这个情况你谈谈 北卡的情况我们也看了他的数据 北卡的情况和亚利桑那情况类似 他启动的比较晚 就是共和党人出现的比较晚 他不像佛罗里达 刚开始的时候 就民主党就刚开始 那么邮寄刚开始 那个高峰来的时候 哗一下起来了 然后佛罗里达立刻就每天给你搞五万下去 每天给你搞五万下去 佛罗里达是这样的 这个北卡罗莱纳和亚利桑那的动作慢 就是说他没有说是 人家那个领先优势很多的时候 你上来你就把他 他现在也在加速 而且北卡罗莱纳 如果你用现在的模型来算 共和党也是一片乐观的 就说拿下 咱就咱要求不要说 你拿下多少个点 拿下是不成问题的 你知道吧 尤其是那个北卡罗莱纳参议院 也拿下不成问题 已经拉开掐具了 因为是什么呢 北卡罗莱纳那个参议院的那个 堪定汉姆那个民主党的那个候选人 他跟小三发那个短信 短信内容都被曝光了 然后他还给小三发那个 用他砍配的钱 给小三发工资 被人给逮着了 这是事实摆在那了 然后那个T力斯 T力斯算说今年很悬的 但是碰上这事那就好办了 你知道吧 就是这个 所以说北卡罗莱纳和亚利桑那 比较类似 行动比较晚 现在共和党的势头很好很好 比2016年要强的多 然后拿下应该不成问题 看特拉法加的数字说 这个T力斯的行情不错 你要是跟谁竞选 你把人对手 拿手机跟小三发短信的那事 你都给刨出来 你想不赢也困难 那个下面还有几个问题 就是说正好我们有观众也问 问到最高法院的事情 那么威斯康星啊 北卡呀 这个宾州啊 都有最高法院的一些相关的一个判决 那么这也是摇摆州的判决 那么你应该觉得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 对摇摆州的这个选亲的影响如何 就是你不要过11月3号以后 有些的朋友们呢 就是你不要11月3号以后 你再点票 不要搞这种事 有些朋友们就得说了 那他就11月3号寄出 邮局就得花两天时间 三天时间处理 那你这个没什么 没毛病 这话没毛病 我说这话有毛病 而且毛病大了 这种是属于违反宪法的行为 在宪法上规定 宪法这个投票日是这个 11月3号这个投票日 每一年这个投票日啊 那都是在宪法上定下来的 就是说也别说宪法定下来 应该咱们说话要演 10月3号是国会立法定的 对对对 咱这么说是宪法授权国会去定 国会定下来的 也就是说我说是宪法定的 其实这个呢 中间还得差国会那么一间 但是来讲国会是不会轻人一举改的 这个东西是宪法让国会定下来的 你那天去选举 你那天去选举呢 那你说你那天你再不出结果 你回头你那天你才去投票 你知道你这个路上要走两天 你为什么就非得当天去投票呢 这个事情你现在最高法院的判决 对威斯康星的判决 对共和党 咱们不说有利 只能说这是应该这样 不是说对谁有利不利 是你应该这样 因为11月3号要出结果 你知道吧 11月3号或者11月4号早晨要出结果 你这是宪法规定的 你现在得这么 那个宪法授权国会规定的 你现在这天得出结果 你不出结果往后拖 你这严重的就是违反宪法行为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就是如果要这么令的话 是吧 最高法院这个判决这个 是会有利的 不过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是什么呢 现在的情况是 宾州的情况 虽然川普总统有了appear 但是我不知道 他能不能最高法院 再做出类似的判决 我不知道时间赶得上赶不上 明白那意思吗 我不知道赶得上赶不上 这事我心里没理 所以说呢 咱们就先看着看 先放着看 就这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呢 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是很公正的 应该这样 就是说你不要往后拖 这是应该这样 但是来讲呢 怎么说呢 这个民主党 这就是双方博弈嘛 正好啊 这个关键的这个争夺地 宾州 发生了这个 再次的打着抢事件 所以说 这个事件你怎么看 这个事件说实在的 咱们我不想把这个事件说成 对选举有太多的影响 而且我们不想说这个东西 对谁有利 对谁不利 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 让所有的人都明白 在没有法律和秩序的地方 你呀 不论你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你都过不好日子 你就明白这道理就OK了 你你我不想说这个对谁有利 对谁不利 或者是怎么着 分析这都没有用 你分析这个 因为是什么 你选举完了 你到最后来说了 咱们 你不论你民主党 共和党 都是American 你在那打砸抢烧 你最后砸的都是American的东西 所以说你这个 必须得有法律和秩序 哎 我只能这么说 必须得有法律和秩序 如果有法律和秩序 那你就把这俩候选人一摆 谁有法律和秩序 那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我都不用多说 就是说这东西 你不能说这东西对谁有利 对谁不利 大家琢磨琢磨 法律和秩序对你重要不重要 你要是革命红卫兵小将 你就认为我 我就可以打砸抢烧 我就可以如何如何 那行 那就是你的想法 不过我认为法律秩序 对这个国家相当的重要 法律秩序对国家相当重要 下往一个 下个问题就是我们比较关注 就是这个Tony的 和拜登的这个丑闻的事件 这个事件你觉得 对选民影响如何 这个事件吧 咱说实在的 刚出来那个 就是那个 那个笔记本是吧 下回谁再跟你说BLM 你就说拜登 Laptop matter 你甭 现在人家跟我提BLM 我们开玩笑 因为我周围的朋友 全都是共和党人 他跟我提BLM 我说 你说的是 Blue Life matter是吧 就是那警察生命很重要 要么就是拜登的那个Laptop很重要 是吧 我给你提这个 然后呢 这个拜登这个事说实在的 就是说给我的感觉 他刚出来那阵子 给我感觉 我认为这个东西对大选的影响不大 这个事呢 是对大选影响不大 我觉得 我一直就这么说 到现在我也得说 这东西对大选影响不大 结果呢 这个 这个 不过呢 咱得这么说 就是说 他为什么不大呢 因为媒体不报道 你看啊 先找到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拖来拖去 说哎呀 我这得审核 我得什么什么 他明摆着 怕得罪这个拜登 怕得罪民主党 他审核 现在终于 New York Post 赶报 把这个报出来了 报出来之后 推特给封了 然后呢 这个Facebook不准转载 谁转载封谁 然后现在是怎么着 他这是massive cover up 而且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大家依赖社交媒体和媒体 现在主流媒体 只有Fox News Tucker Carson他报道过 还有这个Hannity报道过 然后还有Lala Ingram报道过 别人都没报道过呀 你上NBC看 你上CNN看 没有啊 然后他们都在那圆活啊 说这东西没有 你看啊 纽约时报也报道过 咱得公平点说 纽约时报关于这个 拜登这丑闻 他也报道过 他说什么呢 说现在列出这东西 没有真凭实据 无法verify 然后说这个呢 而且呢 他跟你说什么呢 说朱利安尼 我们有人已经警告过 川普总统了 说这个朱利安尼 有可能是Russian的 这个什么 Disinformation的activist 你说这话就没劲了 你知道吧 你现在你得把这个东西 你说你这个 这个这个 Laptop里边 那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咱把这事 咱说清楚了 连人家生意伙伴都出来说 这是真的了 结果主流媒体说 这个我就没看见 我就当没有 或者是怎么着 所以现在呢 我就说这个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是因为他这个cover up 很多民主党人啊 他不看Fox News 他不像我这么这么有毛病 没事看看CNN 扭着鼻子 捏着鼻子 我也要看CNN 你知道吗 因为我就怎么学说瞎话 你是Fox CNN 你都看 对啊 你CNN 你和MSNBC 都得看 你怎么说瞎话 你怎么这个 这个这个什么玩意 那个辩论什么这那的 那些技巧 其实里边很多 你怎么样打棍子 或者说是你把这话给拽歪了 或者是怎么着的 不说那过头话 你都得从那里学 他们那些人啊 平时平时教咱们教的 你这几年教学了不少东西 但是来讲呢 这个就是说我呢 看那玩意 他很多选民不看Fox News 另外他的那个选民的 那个选民圈里头 很少有那个social media 他也不登 就算个把你这个选民 好比说你们几个人 是个Facebook的群 里边有一个右翼选民 夹击刚一贴 说拜登那个腐败 拿了多少多少钱 结果哗 封号了 没法说话了 大家说 这家要哪去了 这家要这两天出点什么事 或者怎么着 他不知道 其实是Facebook 把他给禁言了呀 他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呢 开始认为这个东西啊 印象 怎么说呢 对影响不是特别大 我现在也这么认为 其实影响的这个比例 应该不多 或者说是怎么说呢 顶多你起到的作用 就是什么呢 共和党人 外边下刀子都去投票 民主党人 看了这个之后 有很少很少 我认为 有很小很小很小比例 假如他看见了 看到这个事之后 自己琢磨琢磨 这事拜登干的 这事我觉得是狗呛 这个事情 我也不是平白无故说 有人做民调 做了 对这个美国成年人 做民调 你相信不相信 拜登这个 有可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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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从中国拿钱了 从那个 85%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85%的人相信 他肯定拿钱了 你知道吧 这是这么的 但是来讲 你 这85%里边 肯定有民主党人 这些人就得琢磨琢磨 你说我是去投票呢 我还是在家一等呢 或者怎么着 或者有些人说 就算他从中国拿钱了 也比川普强 有人就有人这么想 你知道吗 有人这么想 我就有的时候就说 我说 你选一美国总统 结果这美国总统的工资 当然是从中国那儿 给你开出来的 共产党给你开工资 我说你 你疯了吧 你 但是这个人 他不一样 思想 他的想法 他不一样 所以说呢 他现在你也没办法 所以我的想法是 这东西 有 有点作用 比例很小 比例很小 但是在 如果在Razor Sin的州呢 这种事就 有可能被放大 作用放大 但是最近这两天呢 我们看到了 好多的这个 不哑照 是吧 这个通过什么渠道 不管是出来了 其实这东西啊 管哪用 这个不哑照 说实在的 比那个拜登贪钱 这个东西管用 给我感觉 为什么呢 好多大众在那 你没事 你平安 你还搜毛片看呢 你现在好不容易 有不哑照了 你肯定你得去 拿来看看呢 而且这是真人真事啊 然后他肯定得去看呢 我认为啊 他平时你还在那搜呢 对不对啊 然后回头 你现在有真事了 你肯定他得搜啊 然后他搜了之后说 这谁啊 这是那谁啊 这是那谁 但是这种影响的人群 也应该不大 但是这种影响 不大归不大 这个可是 立竿见影的效果 就是说民主党 那再死病 再说 你这东西没经过确认 那照片在那摆着 怎么就没确认呢 都打着码呢 你们是想看的 没码的是怎么着啊 人家人家也不能贴 对不对啊 这个事情 所以说呢 这个 现在这个说 没有确认的是说 拜登跟他儿子之间的事情 他爸爸 跟他儿子这个声音之间的 勾结东西没有确认 拜登的那些黄色视频 我想这个 否认的 那不用确认 那不用确认 往网上一放 大家自个儿看 你说那个 陈冠希当年 那个艳照门 他确认了吗 他很久以后 他才确认 我不知道啊 那个 我就说 这东西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 大家都在那搜 一搜一看 啊 这人就是拜登 你想想 他肯定是 对民主党的士气 产生很大影响 其实这个艳照的作用在这儿 而不是说了 从咱们理性的讲 咱们去找证据链 说这个人是不是呢 然后把email再找出来 说他从哪儿又收了多少钱 这个东西是检察官干的事情 而选民不需要干这东西 你不要说是选民说 我要把证据链才能都弄明白了 我再去投票 那不对的 你没有这个能力 也没有这个资源 也没有这个 你就靠你的直觉判断 这事 我说他儿子贴这么多的裸照 这么是 这又干这干那 关键是这压子都什么人呢 结果回头 你说我还去选他吗 美国有一个常识吗 说你这个 如果你这个树是有毒的 树接的果 他怎么可能没有毒呢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所以说呢 这个对于打击民主党的 这个投票热情 是有很大作用的 我并不认为 他会把人转化过来 说是改投川普 这种可能性不大 但是也有啊 可能一个俩的有 但是我指的是 他把打击民主党投票热情 这一点上绝对有用 好 这个下一个话题呢 我们跟什么有关系呢 就是这个最高法院的 大法官的这个任命 这个事情呢 对当下的选举 你觉得有影响吗 提名 提名 提名和确认 对 对吧 这个有用啊 就是咱们老中 很多人都这么想 说哎呀 这个Amy给确认了 我就可以不去投票了 不对不对 美国人的想法不是这样的 是想法是给我的感觉啊 他们的想法是 老川把这事办成了 现在咱们保守派6比3了 当然是假的6比3 其实还是5比4 记住了 罗伯茨是个假货 你知道吧 这个咱们还得说 罗伯茨是一个伪装的 这个民主党 这个没什么说的 这是披着共和党 披着民主党人 这个没什么说的 现在共和 现在还要老川 还要这个 这个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啊 这个咱下面要把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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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那个Briar 您就是下一位 您都80多了 对吧 这个还要对他进行 这个这个 另外呢 我们还看到一些这个谣言 说是这个 就是遥远的预言呢 说有些人呢 说这个女法官 你像那个Satomare啊 据说她身体也不是很好 咱们就这都得看 这东西你说 现在说都没有用 所以我们认为 老川在第二个任期 仍旧有可能任命 不是任命 提名 提名三到四个法官 也四个够呛 可能是三到四个 他已经三个了 你再三到四个 那是这个老布什一来 他又是破纪录了 托马斯克雷兰斯 克雷兰斯 这个人有可能要退休 因为他已经70多了 然后那个谁 阿利托前两天说了 他要退休 这是谣言 这是rumor 谣言 没有确认 但是有rumor这种事情 就不是什么好事 阿利托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保守派 那个谁 那个那个 托马斯也是非常坚定保守派 这两个下去 换上两个四十 四十郎当岁的 那个就热闹了 这就都是这样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Briar Briar八十多了 他比金斯堡小那么一点点 然后他Briar八十多了 不知道他身体怎么样 没做过研究 他要如果下去 这不就是撒了吗 大家说他把约 你要再赶上 你比如说谁再出点什么 鬼都不知道的意外事件的话 这就说不清楚了 所以老川在下一任的话 最高法院 而且还有上述法院 不仅有最高法院 上述法院 联邦各级法官 都能够继续的提 你知道吧 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对他在上述法院 已经提了很多法官了 这个说是破纪录的 这也是他 川普的很大一笔遗产 对 找没有 对 我 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